欸嘿 早晚要幹嘛 開麵的夜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Polly 我是安琪啦 我們現在在 來到這裡不光是玩的看的買的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吃的 今天呢我們要介紹你們一條街 從椰蛋城走過去不用十分鐘的路程 讓你們從頭吃到尾 再吃的方便便環囉 那我們趕快出發囉 GO 今天呢太陽真的很大 非常不像12月 今天有24度耶 但是為了應景 我們還是硬要戴毛帽 還用了小別式 裡面已經在流汗了 就是在針頭髮 雖然現在是早上 不過已經有很多人 在整夜淡城的演唱會了 欸還看到帳篷耶 昨天就來了 粉絲真的無極限超強 所以呢今天你們就從頭吃到尾 最後再去逛椰蛋城 剛好消化一下 對 或是你們一早來先逛 然後餓了再去吃 都可以 反正很近 第一間店我們來到了 烏絲絲牛肉麵 今天店的裝潢真的非常文青 讓人家有吃高級牛肉麵的感覺 對 那我們之前呢 外帶他們的紅燒牛肉麵 吃了真的非常喜歡 今天我們想要紅燒跟清燉 一次試給你們看 排水 我們除了點剛剛說的紅燒牛肉麵 跟清燉牛肉麵之外 還外加了兩樣很有興趣的小菜 一個是酸辣木瓜絲 這個梅子番茄 看了就流破碎 真的 那我們先從清燉的開始吃 清燉的我們選的是中式拉麵 這樣細細的 然後湯就是那種輕輕的那種 那剛剛老闆端上來的時候 老闆特別說 清燉的牛肉是加豆腐乳的 那也是他們自己自製的 我們去盛了一盤豆腐乳來 那我們先吃原味的 好 欸 它的清燉跟我平常吃清燉不太一樣的是 它真的是超清燉耶 吃起來就是甘甜甘甜 會回甘的湯頭 沒有過多的雜味 就只有牛肉的香味 它牛肉的香氣真的非常的重 而且它的牛肉是很嫩的喔 用手這樣一夾就斷了 真的是你在舌頭會化開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你看你又要掉了 那我們現在來加一下它的豆腐乳 別有風味 它帶有一點辣 但是很微的那種 就是怕辣的人一定敢吃 舌頭只會有一個小小的激動 就這樣的感覺而已 但我覺得它的豆腐乳的味道 很像那種胡麻 有胡麻香氣 對 沒錯 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覺得你搭配麵的話 應該也很好吃耶 完全變日式了 沾麵 可以 可以這樣子吃 對 變成是一碗兩吃 而且它的豆腐乳不會到很鹹 我覺得豆腐乳是一個非常好的調味品 一定要加加看 那接下來就來吃紅燒牛肉麵 那我們的紅燒牛肉麵呢 是家常麵搭配半筋半肉 肉有夠大多 Super厚 超薄厚 你看它的筋也是非常的Q 看了就好想吃喔 對 然後這個麵條就是我超愛的 他們的家常麵就是這種粗麵 喔 直接來吃了 喔 嫩啦 嫩啦 它的紅燒的辣度也是我很喜歡的 除了微辣的味道 湯頭裡面整個融入了酸菜跟青蔥 以及滿滿的牛味 非常的乾醇跟好喝 我覺得太厲害了 而且我真的很少看到牛肉麵店 他們有附那種酸菜吃到飽 讓你加 因為他們其實單吃就味道非常夠了 他們根本不需要酸菜去提味 它酸菜只有放一點點 可是你就是吃得到很好的 對 我覺得很厲害耶 這樣子就夠了 它的筋也是燉得很嫩又有嚼勁 這是真的 一咬就斷了 好吃 非常好吃耶 那我更期待他們的小菜了 這個是木瓜絲 這個是梅漬番茄 很脆 這個酸辣木瓜絲我好好愛喔 它在木瓜絲弄得硬度剛剛好耶 很脆 對 從目前從主菜吃到小菜 他們每一道都真的很用心 包括他們的碟子啊什麼的 喔 我好喜歡這間喔 裝潢也讓你很舒服 你看在家吃飯的感覺 而且是有裝潢過的家 對 而且我們剛剛都忘了最後一點 我們拿辣椒都沒加 對 我們來吃一下加辣的 我只能說不管你有沒有加辣 這碗麵都非常好吃 而且你加辣又是不同的層次 真的 超好吃 大大大推 爆推 第二間我們來到了小鮮肉創意湯包 這間店主打的就是各種口味的小湯包 但是口味都已經不稀奇了 重點是他們每一種口味都到位 很好吃 趕快去看 好 東西已經到手了 但因為店內的音樂比較大 所以怕被偵測到 所以我們帶出來吃 我們點了兩份雙拼 有原味香菇 酒燈塔跟蒜味 還有一盒紅油炒手 那先從他們的湯包開始 雙拼呢就是每一種口味各三顆 這一盒我們是點原味跟香菇的 它也是那種小巧玲瓏可愛的 而且它也有滿滿的湯汁 對 趕快來吃 我超喜歡他們的香菇 因為他們的香菇的香氣很重 很像你在吃整顆香菇肉包的感覺 那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 因為他們家的香菇口味 菇味非常重 所以如果你不敢吃香菇的話 千萬不要嘗試 不然你會被 菇到 那現在這盒呢非常的期待 是九層塔跟蒜味 淡淡的綠跟淡淡的橘耶 而且他們說他們是完全沒有用色素的 它九層塔的蟹你們可以看到 裡面就是真的是 綠綠的 從頭綠到尾 完全就是你在吃青醬意大利麵的味道 我這顆蒜爆 我覺得很好吃耶 而且不用加調味醬就很好吃了 味道很重 他們家小籠包厲害的地方 就是真的不用加任何的醬 它該是什麼味道 就是完整的呈現在你的嘴巴裡 我大推蒜味的 九層塔跟香菇我也很推 大耶 最後來吃吃它這個紅油炒手 這有點疑惑 因為我們點紅油炒手 可是它看起來有點不像紅油炒手的顏色 像醬油餛飩的顏色 來吃吃 跟小湯包比起來的話 紅油炒手就循色一點了 因為它紅油炒手的味道就沒有做出來 我個人就覺得比較像你在吃醬油餛飩 對 就是醬油餛飩的感覺 所以今天小鮮肉湯包呢 整體來說 你們一定要來試試看他們的湯包 CP值算中等 不過溫馨提醒一下 因為這間店員比較酷一點 超酷 所以呢 你們自己依偎自己選擇囉 我們趕快去玩下一家 BO 吃完湯包後呢 在公館街旁邊的一條街上呢 有一家關東煮是新開的 看它店面的外型真的蠻日式的 一走出來就到了 掛了兩個燈籠 非常好認 橋烏關東煮 哇 進去囉 我們點的觀眾組來了 這碗是老闆自選的六瓶 這碗是我們自選三瓶 在自選六瓶裡面呢 除了白菜跟蛋 最讓我驚豔的就是這個愛心 對 它是起司豆腐耶 喔 我好像很趕快養破它喔 等等等等 然後呢 我的這碗自選三瓶裡面呢 一定要點的就是高麗菜捲 然後我們還多點了牛蒡甜不辣 跟干貝魚板 欸 它的干貝魚板 這樣一切開 裡面超多干貝的耶 給我來品嘗 你真的是咬一口裡面 真的都是干貝 當然不是一大顆的 肉眼可以看到一大顆的 可是你咬下去 可以感受到是細細碎碎的干貝 然後我一定要大推一下 我們這個自選三瓶 我們真的很會選耶 三樣都好吃 尤其是這個牛蒡甜不辣 我跟你們說 它真的是滿滿的牛蒡味耶 欸我覺得非常好吃 這個牛蒡味我只能說一個字 濃 它就是濃的牛蒡味 一樣怕牛蒡的人可能不能吃 因為太濃了 來愛心咬一口 一人一口 它其實跟我想像的不同 我以為是黃色的那種其實 但不是它是偏白色的那種乳酪 淡淡的乳酪味而已 魚漿的香很香 而且非常新鮮 剛剛你老闆說 他們是從基隆那種認識的魚漿來補過的 他們每一口有魚漿類的產品 我覺得都非常的新鮮 食材都是挑過的啦 真的超多魚味 而且我剛剛偷喝它的湯 哇 有夠清澱耶 真的是有那種日式的味道 雖然很多魚漿類的東西丟進去 你會覺得湯會變混濁 但其實都不會 因為它們本身的料都沒有到很油 所以湯還是保有它的清澈 則利亞來說這間喬屋觀眾主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推薦給你們 不管是湯啊 還是它的雙品的細膩 我覺得都非常好 尤其是老闆超級親切 超級親切 還跟你講說你今天想要吃什麼 然後要不要幫你搭配 對 這很重要 這很棒 要不是我們接下來還有幾間餐廳要吃 我就點它的烏龍麵了 點爆 大推喔 好吃推 最後一間我們來到了 趴趴披薩 一爸爸披薩 這間也是我們家的大大愛店 週末時不時就會想要來一顆 它們家是屬於義式那種薄片的披薩 非常的好吃不油 而且它們這邊很特別喔 你還可以選雙拼口味 我們剛剛就是選了雙拼 還是最大的 非常期待等下的成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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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快樂水生活隊 也給我們多家的體驗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你看 18吋的大角度 你一個手掌握不住耶 連保麗的大手都握不住 完全沒有辦法 一定要雙手 料多實在 然後它的芝麻葉給的也不熟軟 滿滿的鋪在整片的披薩上 它不是只有披薩的大塊 真的是料會多到一直掉下來 這兩款口味都是我們家的報愛款 就每次吃就這兩個在交錯點 我跟你們說先說它的餅皮 剛剛有說過它是意識比較薄片的那種披薩 你看真的超飽 再來就是它這個烤得非常的酥 我放過來給你們看 看它的底部就知道了 有多汁香跟多汁有嚼性 用看了就知道 先說這個墨西哥口味 外面很多的連鎖披薩店啊 他們都是放火腿或臘腸 但他們家的是放牛肉 我覺得非常特別非常好吃 非常用心 再來是這個黑手檔披薩 雖然材料很簡單 就只有生火腿芝麻葉 番茄醬跟起司 但是這個黑醋醬真的是精華 加上去之後 把起司那一點點的油膩感再降低了 整個披薩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我超愛這一款 真的 好吃耶 其實剛開始我看到黑手檔的外形 我也覺得有點害怕 就是它那個葉子的味道會不會很重 生火腿會不會很重 不會 大家一起超完美耶 但必須說芝麻葉我對有些人不愛 可是我是超愛芝麻葉 這個本人的味道 他給很多 真的大愛 愛爆了這個 最後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個餅皮的驚性 你看 超有嚼勁 為什麼我會這麼吹他們家的餅皮 因為我吹他們家的披薩 不會降屁 這很重要 很多披薩吃完你就上到不行 這個真的不會 我自從吃了他們家之後 真的就是回不去了 雖然18歲你看起來會很大 但是它好吃成果 真的是你要點到這麼大顆 你才吃得爽 但如果你覺得真的太大的話 也可以邀親朋好友一起吃 獨樂樂不得 重樂樂好不好 大堆再推一致 推一千 總來說今天板橋的四間美食 都是我們精選的口袋名單 尤其是牛肉麵觀眾主 特別吃最後一間的披薩 一定要來試試看 所以拜託最後一間披薩一定要try try了你們一定會超愛 愛爆 其實來到耶誕城 不是只有百貨跟市集的美食可以選擇 多走幾步路 其實也可以享受更多更不一樣的選擇 最後我們看後台發現有90%的觀眾朋友 看完我們影片後 竟然還沒有幫我們訂閱 在這邊啃籌大家一下 如果真的有喜歡我們 尬以我們的話 看完影片 那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 希望在這個特別日子裡 我們的願望可以成真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耶誕城 美食外景特輯 喜歡我們記得喔 訂閱我們按讚 按訂閱小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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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我今天祝大家聖誕快樂 那我們大家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你跟我說拜拜 你沒有講什麼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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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